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King 今天呢 其實這段影片我不知道出不出的 我純粹覺得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作為一個80後 怎樣看現在的歌手呢 姜濤 你個個都認識的 我想大部份人都認識姜濤 但其實我呢 真的 是最近才聽過他的名字 Facebook 洗版 Youtube 又彈出來 看到身邊的人說 我才認識他 所以我本身是 完全不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但就知道他是一個歌手 我覺得熊得很誇張 所以我就上網去搜尋一下這個人 我對於他的看法 我第一次看他的MV 和第一次看他的MV 這個MV 我想看一看 然後告訴大家 我的想法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麼紅呢 以及 我對於他有什麼感想 我的得主就是 姜濤 他呆了 他剛才的樣子是呆了 咦?是我嗎? 我覺得自己很神奇 完全不能夠形容他當時的心情 可能是 有什麼理由是我 恭喜你 我想這個結果 都是一個很清楚的 你看到他扭痕 脫口罩的樣子 你們就知道 其實他是一個 總之很年輕的年輕 其實我不知道他幾歲 好像是否應該二十歲 一個答案告訴大家 年輕人在這裡 是有希望的 給多點掌聲給姜濤 姜濤 姜濤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應該是他破了叱測的歷史 成為最年輕的我最喜愛 男歌手年 應該是二十一歲的你 這麼厲害 原來他是這麼年輕 我覺得最喜愛的男歌手 給多點掌聲支持這位年輕人 我真的要講一講 為何他不停 要有這樣的反應 面部表情 為何要 很難形容自己 為何我會得著 為何會是我 可能有這麼多競爭對手 可能有這麼多競爭對手 這麼強 為何是我 我挺驚訝他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 我不太明白 我先看一看 恭喜他成為歷史奇巴 歷史奇巴 多謝所有粉絲 多謝青菜903 多謝所有播客 我第一次聽他說話 他的聲音 很清脆 聽起來是溫柔的男生 各位D-JJ 多謝老山金山 多謝VTV 多謝M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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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要唱歌 嘩 不是 要唱歌 他 拿獎 要唱歌 通常都是這樣 你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還在做什麼 還在5秒嗎 我覺得他這一下是 他這一下是很自然 是真心傻的 他那一下 還有5秒嗎 5秒 對 還有5秒 好 來吧 她 怎麼會過健康與和平 不必依靠偶現實 哦 愛沾愛人 連人可以一平 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愛恨我不顧 生活在結業難累 心靈從未及尖呼 天給我憑病困苦 笑著去吃虎 沒怨恨誰人可活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順之功夫 思淡靜歲月變豐富 好,先聽一聽 首先聽下去的感覺 那首歌的感覺是青春無敵 我沒有留意歌詞 但聽起來是情歌、柔歌 挺好聽的 我覺得唱功不太好 但明顯是偶像派 我現在還未知道 聽下去才可以定奪 但聽下去是靠這個 真心 傻傻的 呆呆的 可愛的 走那條路線 好,繼續看 即使要蒙著惡罪 我亦可高負 全憑愛令我堅持 還有你悉心照顧 希望我爸爸快點好回來 但我想說一下 其實很多新進歌手 可能在唱直播 應該應該是咪嘴 他好像沒有咪嘴 他應該沒有咪嘴 他對自己也很有信心 對 很快 我會想說 這首歌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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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劫难里 心灵从未及浅沫 即使要蒙着我掌 我亦可高负 全憑爱令我坚持 还有你识心照顾 不再负 多再负 生于这世界 还有一些牵挂令我再负 等天势良了 不去分析 随下这甲膜也个招呼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复 生活在劫难里 希望从未及浅沫 即使要无脚不负 我亦可高负 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will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天本师傅 巧妙地化掉这天赴 即使要蒙着我掌 我大声欢呼 全憑爱令人坚持 或有各位的照顾 多谢大家 多谢所有 她的眼睛应该是桃花的眼睛 你看她的眼睛 其实是吸死女 她的眼睛 而且她感觉很有价格 反而不像韩星 而且 我想她 就这样看她这个人 是很虔誠的 有礼貌 谦虚 所以 有这么多人喜欢她 支持香港 香港迷 多谢 好 男生看了男生 不知道女生看了男生 有什么不同 但我自己 我自己都喜欢姜濤 看完之后 她有一种魅力 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她们都是行韩风 所以她们的打扮 都是比较韩子 我自于这个年代 我80后 我觉得男生 应该要男性 不过 现在的女生 可能喜欢一些 可爱的男生 不喜欢马佬 有气势 肌肉形 我自己 我自己 中 中 挺 有些肌肉 不要太大 样子 不要太大 但是 又大 大小小 是 姜濤 我觉得她是偏向 偶像派 少女 型派 这样 再说 一点 感觉 就是 他看得出他的嘴型是很漂亮的 他的嘴型是漂亮的 他的嘴型是有點串 但就串得起 但眼睛又漂亮 所以沒有屈肌 但他的影響力也挺大 我只看那麼多宣傳、廣告都找他拍 之前經常說香港樂壇二四 如果他能夠玩轉這個情況 我覺得對於樂壇來說 其實他算是一個英雄 但他唱功是有代改善 如果你說唱歌來說 是平均的 但味道很好聽 我覺得他可以繼續加油 我作為八十後 我聽陳月遜、容祖宜那些大 在十年前的歌曲是大不如前的 好像近幾年的歌曲是好一點的 好聽一點 而且作曲、編曲和填詞會更好 我不知道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可能是因為現在這群年輕人很厲害 我都非常衷心希望現在的年輕人更加要努力 為香港也好、為樂壇也好 希望繼續加油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姜濤這個人呢 歡迎你下方留言告訴我 今集就是這樣 訂閱這個頻道 那麼下集再見 拜拜